天气冷嗖嗖 热腾腾的姜母鸭很受欢迎 但是最近老姜比鸭肉还贵 老姜一公斤飙到了160 杂丹航就表示很多业者省成本 干脆用姜粉来取代老姜 也有民众说在新店有一家20年老店 姜母鸭味道越来越淡 怀疑就是用姜粉 这样一算成本至少省三倍 但业者解释以前是用过姜粉 现在不用了 医生则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姜粉是不是化学合成的 如果是化学姜粉当然不健康 热腾腾姜母鸭是冬天最爱 新店这家20多年的姜母鸭老店汤头 怎么没有看到姜母快啊 就有民众爆料 店内姜母鸭汤头是餐姜粉煮出来的 画面中一位员工一瓢一瓢 把姜粉末倒入汤里 仔细看这土黄色的细粉末 就是民众口中说的姜粉 询问店员好尴尬 我们自己特调 所谓的调出来是否就是只用姜粉 店员没有把话说死 老板更是极力撇清 我是要刺而已 我在做生意都一定要刺 那个东西要来刺化有效用不效用 但这用姜粉调姜母鸭的画面 是在采访的前两天老板说辞恐怕不攻自破 最近姜母价格飙涨比鸭肉还要贵 杂粮行就坦诚用姜粉煮姜母鸭可是不能说的秘密 锅外面有姜母鸭的业者 有使用这种东西 使用什么 就是姜粉 不想花钱却只喝到姜粉煮的姜母鸭 辨别汤头 正统姜母鸭会用姜母块打碎做锅底 再用甘蔗姜末熬煮 最后才是一层层厚厚麻油 另一锅只有米酒麻油和姜粉熬煮的汤相比 光是口感就浓郁许多 非常浓郁 它喝起来味道非常扎实 比较喜欢奶油 比较淡是不是 对 比较淡 仔细看除了以没有姜母块分辨之外 汤的色泽也是重点 姜粉煮的颜色偏浅 口感只有辛辣不会有发热的感觉 价格更是差很大 老姜一锅成本是姜粉的三倍 甘蔗汤里面有姜末 所以它是颜色就比较深 业者做生意无奈姜太贵 只好另找办法 但姜粉便宜 虽然都标榜用姜制成 但如果是合成的化学姜粉 消费者吃下肚 可就是吃补不成反上身 这台北新北市综合报道